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想個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ohn Twitter Handle John Lee Z.C. 不要看這個土耳朵 這個樣子 百分之百是台灣人 也是外國人 所以看到我情況 我是可以跟我說中文 不要跟我說英文 像前天的講者晚業 接待的人完全就跟我說英文 我根本連說中文的機會都沒有 我就直接說英文了 現在在ExoSite工作 然後我也是馬天狗的編輯 馬天狗是一個技術的電子報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發一封 都會有新的電子報出來 基本上是中文的 不過最近在用國際化 所以也開始由英文的編輯出沒 所以用英文的 就是整個都寫英文的內容 基本上每個禮拜 只要這個密密的詞 沒有出錯的話 就是每個禮拜 然後呢 基本上裡面包含了各種 跟測試開發有關的東西 不過有時候有些無關的東西 然後呢 我很喜歡Ruby 所以呢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會盡量的使用它 然後呢 甚至我寫的時候 我還是寫了一版自己的Ruby 用EarLens 然後呢 最容易使用Ruby 最常有機會使用Ruby的地方 就是在Commandline 因為我的公司並沒有用Ruby 然後我們來談談Commandline 那它對Commandline的印象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一般人 什麼是Commandline的話 大家可能會回答一下這個東西 對不對 駭客論文 大家的話都是字 大家對Commandline 一般的心中印象都是這個 但實際上這個Commandline 是什麼感覺 實際上在爭執生活 大概就像這個感覺 落差很大的 就是慢慢的一個字 一個字 一個字在打 然後End 然後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它也像這種很空虛的 很費力感覺 好吧 那什麼是Commandline呢 Commandline其實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 Commandline做什麼 它就是來執行的指令 然後呢 它會有標準的輸入 跟標準的輸出 然後另外很多的功能是Pipe Pipe就是可以幫你們 這個指令的輸出 變成下一個指令的輸入 然後再來還有所謂的Script Script就是它可以幫你把說 你知情過的東西 你就把它全部集合在一起 然後可以加一個判斷式之類的 所以第一個是 你要怎麼執行這個指令呢 所以基本上的 Commandline 前面都會有一個Prompt Prompt 看起來是前號 或者是很Fancy的 如果你有裝各種Fancy的Share 或者是Blocking的話 就會有各種很酷 不過裝太多也會有問題 像是我現在的Commandline打開 都要整個秒鐘 才會全部移密 超級不滿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 你想要執行的指令 在這裡的話 我們執行的是Echo 這個指令 Echo會做什麼 它就會把它的參數印出來 然後最後就是你想要給它的參數 在這個意思下就是Hello World 所以呢 再來的話 所有在Share執行的東西 都會用綠色框框框起來 那什麼是標準輸入跟標準輸出呢 標準輸入一般來說 就是當這個程式在跑的時候 出現在螢幕上的東西 就是標準輸出 標準輸出呢 就是這個程式在跑的時候 出現在螢幕上的東西 這是標準輸出 基本上一般的電腦 就是之後 鍵盤跟螢幕就會動的 滑鼠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有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收益哪一天 你會用得上的 UNIX指令 叫REV REV REV會做什麼呢 REV就是呢 它會從Standard Input 讀一行字 然後呢 你按Enter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它輸出 但是是反過來的 所以給它hello world 它就會給你 dlrow W 控格 O-L-E-H 好像有的時候無用 但好像有的時候又會有用 這個 什麼時候有用 又自行判斷 然後再來呢 Pipe 跟大家講 Pipe的話呢 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把一個程式的Standard Output 送到另外一個的Input 那它格式會長得像 下面這樣子 Command A 然後一個直直的槓 然後Command B 有些人會跟我說 它找不到直直的槓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 日文鍵盤的話 它是那個前套 如果你不是用日文鍵盤的話 它通常會長在一個 Return Enter的上面之類的 不過也有鍵盤長在不同的地方 反正你就會去找反斜線 反斜線去 就是這個直槓 然後呢 它會同時執行A跟B 不會先執行A在執行B 會同時執行 然後執行的時候 會把A的Output 慢慢的會給B 會到B的Input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的例子 就可以把大家兩個指令串起來了 所以像剛剛的REV 你要手動的把這個 Hallover打進去就可以 實際上你也可以用剛剛提到Echo 然後用Echo 給大家Hallover這個參數 然後這個Output傳給 Pype給REV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 跟剛剛直接在REV打指令一樣效果 好那再來什麼是Show Script Show Script就是說呢 我們打了很多指令 大概把它全部都收集起來 然後收集起來 它就可以幫你跑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就是Command Line最強的地方 就是呢 很容易重複 對不對 想像你在那個GUI那邊 點了半天 點了八個按鈕 然後發現點錯了 你就要想錯自己 然後再點八個按鈕 但是如果是Command Line的話 你就要按上 然後再來venter 就好了 相當快 Show Script 所以還讓你有一些參數或者是邏輯 就是控制流程 所以它有if else for之類的 然後還有變數可以用 那剛剛講為什麼要Command Line呢 為什麼不用GUI呢 對不對 現在大家每個人都用GUI啦 Command Line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非常能力的重複執行 所以呢 你同一個指令 你要再跑一次的話 就打了 就再執行一次就好 不需要去找那個按鈕在哪裡 不需要跑什麼的經理之類的 但是呢 雖然可以重複做 但是出來的結果不一定一樣 然後再來呢 Command Line 可以很容易變成一個 自動化的工作 Task 所以呢 有一個東西 每天早上都要跑 那你就把它變成一個Task 然後你可以讓它設定成 它每天早上自動執行 你的工作就少了一件事 所以有一天 你把自己的工作 全部自動化之後 就可以失業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它所有的東西都是純文字 純文字的話 好處就是呢 到所有的地方通常都可以用 所以呢 你不需要有什麼特殊的程式啊 像不需要裝什麼ID 才可以使用 所以所有東西都放個純文字 是一個 比較容易Portable的選項 那再來我們談談 這個題目有兩個嗎 Command Line跟Ruby 所以我們來談談Ruby吧 那這個Ruby應該會是 這個Talk應該會是 整個Conference 提到Ruby最多次的 這個Literally 就是出現Ruby這個字最多的 好那現在大家一般的人 如果你要開一個新的Ruby方式 大家會做什麼事呢 首先呢 你會用Chin去裝RubyChin 就是它的套件系統 去裝Bundle跟Rails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套件 然後就跑Ruby on Rails 開一個新的Project MyProject 然後你假設你要創一些玩業 創一個部落格系統 你可能就會Skate Forward Post 然後他 跟他說我要一個 不用提示字串 內容是文字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所有該架的東西 全部也是架好的 然後你再把DB Setup一下 然後再來就可以跑Rails 你的網站就會動了 你看Rails是不是很神奇呢 可是呢 你仔細看一下 剛剛打的這些東西 一個Ruby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雖然大家講 是Ruby啊Rails 但是完全沒看到Ruby這個字啊 那實際上呢 一般的Ruby開發者 什麼時候會打Ruby這個字呢 就是 當你想要品嘗Ruby用打100的時候 大家最唯一會打Ruby這個字的時候 就會打Ruby減B 你看有沒有我的RVM RPUB有沒有搞錯 就是打Ruby減B 大家唯一會打Ruby 就是有這個時候 對不對 所以呢 到處都是Rails 沒有人在Ruby 純Ruby 對不對 因為Rails是Ruby的殺手機應用 然後呢 很多人知道的Rails 比知道的Ruby還要多 那我們那個 MakeRuby Great Again 對不對 可以出來競選一下 然後呢 下面有個網站 你現在可以真的做這個 就是你搭什麼智商 看你可以把你做成帽子 然後如果住在你頭的話 他可以做實體的寄給你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用一下 好吧 那我想要讓Ruby變得更好 再次讓Ruby再次偉大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需要知道他的歷史 那這個就是Maz 就說松本行紅 馬茲莫朵余 不過大家都叫他Maz 然後他創造了Ruby 然後呢 他一開始創造 他自己說的 就是 他在這個 一開始創造Ruby的時候啊 他想要做一個 Screaming language 那拿來做什麼 拿來取代Perl 他當初也是寫Perl 對不對 所以呢 他這個在Cumberland上 其實也常常提到 就是說Ruby是取代Perl 所以他還提了各種奇怪的Case 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就是 你知道每個字型啊 其實都有名字 所以五號字的名字叫做Perl 5.5號字 剛好就叫做Ruby 不知道是不是他去Contribute還是什麼呢 反正就是非常奇怪的巧合 所以5.5號字是Ruby 所以呢 很明顯的 Ruby就是那個 下一個Perl的很好名字 對不對 那再來 知道Ruby的時候 我們也要知道一些Perl 那Perl是做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Perl呢 Perl的發明人 Leary Wall 他自己就說了 這個 因為 在Uni上面寫Shell 太痛苦了 所以呢 這個痛苦到 他開始想要做Perl 所以 Perl的動途就是難取代 就是難取代Shell 所以從這個 看這個不等字 我們就得知 Perl比Shell好 Ruby又比Perl好 所以Ruby 就比Shell好 所以每一次不要寫Shell 寫Ruby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有比較好的這個Syntax 今天就是這個語法看起來的漂亮 比較容易理解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要檢查 我會變得數啊 N是不是0的話 在Uni 只要If N等於等於0 然後去做該做的事 但是在Shell的話 要記這個神秘的-EQ0 而且要-EQ 然後不能又等於等於 因為呢 -EQ才是比數字的 等於等於是比字串的 所以呢 兩個打錯的話 有時候就不會動 所以呢 所以呢 不同的Type 你還用不同的檢查方法 然後講到Type 為什麼會這麼麻煩呢 因為Ruby裡面 每個東西都有真的Type 所以自串就是自串 雖然可以轉來轉去 然後他雖然是Type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Type 你去呼叫這個Type 不能做的事情 他還是跟你說 不能做 但是在Shell裡面呢 就沒有這回事 所有東西都是自串 對不對 所有一切的玩意 全部都是自串 所以當時他會做某一件事 他都會做 因為本來就是都在做自串 只是會失敗 Ruby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呢 他內含的這個電池 什麼叫內含電池 所有 大部分我們需要的東西 都全部內建 像是我們常會用 Regular Expression 或者是網路啊 你要call HTV Request 之類的 全部都內建 然後呢 只需要招Ruby 但是呢 在Shell的話呢 你需要知道各種神秘的 Shell內建指令 像什麼 seed grib A.WK 這些都是拿來做Review Expression 然後如果你要做Network 可能要WGET CUIL 之類的 那如果你不會這些 裡面成立指令的話 你大概卻有什麼 也不能做什麼事 所以呢 有人出了一本書叫 Luminix Power Tools 是我看過最後的書之一 那叫1500頁 我從來沒有把它看完 我買來之後 這個放在我的書櫃 當作這個壓軸的書櫃 讓它不要太容易地震倒下來 十口 好 那Commandline Ruby 所以我們講到重點 就是呢 Ruby一開始的目標 就是拿來當作 取代Pearl 你就是拿來在Commandline用 就是拿來做一些 處理一些生活雜事 然後呢 目前這個 現在來說的話 大部分都只有這個 Ruby的 比較專家 或是比較 比較老人會用 因為呢 很閒 對不對 才知道當初 才知道它要怎麼用 所以 然後推廣給 這個 大家都來使用Ruby 取代Share 然後呢 我們可以再 用Ruby來做我們日常生活 常做的事情 然後呢 不需要知道 所有的Luminix Power Tools we just show Ruby 那我們看一下 怎麼跑Ruby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 Hello.rb這個檔案的話 裡面就有一行字叫 Pulls Hello Word 那你要執行它的話 你就是Ruby 然後這個 這個檔案 然後他就會做該做的事 就是把Hello Word 運出來 所以在這裡的話 左邊用預測放起來 就是 Share裡面 我們要執行的指令 右邊用這個 看起來像變條貼的 就是檔案 那這個是 你要寫檔案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執行檔案 但每次你要做什麼事 就要寫檔案 實在是超麻煩的 他沒辦法取代Share 要怎麼辦呢 所以呢 Ruby有一個 Ruby 叫做-1 所以呢 -1的話呢 你後面就直接打一個 expression 或者是很多的expression 然後他就會直接 直接執行這個expression 你不需要開一個檔案 他就會動 不過要小心的是 各種的括號 所以呢 你後面的東西 又有空白 所以你後面都要刮起來 那這裡的話 外面要單母號 裡面要雙母號 所以以外的母號 要小心不要重複了 所以你外面單母號 你沒有單母號的話 他就會直接失敗 因為他就原來的 你的argument長得非常異形 好 那我們看一個 Unix Power Tool的例子 有一個指定 叫YES 有多少人聽過YES 好 太好 有人聽過 好 這個指定呢 非常的有用 對不對 他可以做什麼是呢 他可以幫你print能大倍Y 是 無直徑的Y 無限度的Y 可以print速度超級無敵快 好 你直行他就跑一大倍Y 然後呢 這個 在你的電腦上要試的話 要小心就是 你要按ctrlc才會停下來 那他有什麼用呢 就是呢 你常常裝一些程式啊 他會問一些不用的問題 對不對 你說你確定要裝嗎 你真的確定要裝嗎 裝了發生什麼時候我不管 對不對 然後他就要一推Y Y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辦呢 就執行YES 然後把他outputpy給那個 他就裝檔 然後他就一路YES到底 對不對 就裝好了 那我們看看 在Ruby你要怎麼做YES 這個程式呢 非常簡單 就是剛剛的-1就可以做了 所以你就在-1裡面執行 roop put Y 然後他就會跟剛剛一樣 一直狂域Y 所以呢 當你不知道YES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的 不過你不知道YES的話 你用YES是比較快的 好那再來有一個值 UNIT 也是一個UNIT好用值 名叫SEQ 那他可以做什麼事呢 他可以幫你把 你給他兩個數字 A跟B 然後他就會幫你從A 一個一個印出來到B 所以呢 假設E 給他1到5 他就會把你從E印到5 那這個有什麼時候有用 有時候你想要數數字啊 或者是想要這個 產生一大杯數字 但是又懶得開ECL 我知道大家產生數字 都是請ECL 哪一個數字都要拖的 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開ECL 做這個事情 就SEQ 那我們要怎麼在Ruby裡面 做到一樣的事情呢 那在這之前 我們需要先知道ARGB 我們是ARGB的 ARGB就是 如果你有寫過C的話 就會看到兩個神秘的 ARGB 就是ARGC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在Ruby裡面呢 我們用ARGB來代表 我們在Communite傳給他的所有參數 那他會是一個Array 然後裡面都會裝字串 所以呢 如果你在Ruby裡面 把ARGB印出來的話 他就會把你後面 給他的東西 一個一個都print出來 所以在這個Case裡面 我直接把ARGB print出來的話 他就會把AE 告訴你說 他的Array沒有AE 那我們要在 Ruby裡面做SEQ的話 就是用 所以就是ARGB 然後到ARGB 然後到ARGB 然後把兩個字 print出來 這樣子的話 可以做 把所有東西都print出來 就跟他的SEQ 並不一樣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大家 一開始 如果你直覺的話 會覺得 剛剛不是說這個 i數字都會自串嗎 那自串為什麼可以 up2呢 一般的up2 不是數字才可以嗎 但這個是Ruby這個 變明的功能之一 就是數字 自串也是可以up2的 所以呢 A的next 他就會告訴你說是B 對不對 1的next就是2 然後他還讓你輕微 讓你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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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unix 這個大家都常見吧 應該這個更多的很多對不對 那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呢 就是執行cat的時候 就會畫一隻貓出來 不是啦 這個是另外一個Library 叫做CatSave 有興趣的人可以裝一下 所以執行的話 他就會畫一隻貓 然後說你想說的話 然後各種不同的貓 這個是普通的貓 有那個github 這個八角貓 反正各種貓都有 那真正的cat 是做什麼呢 就是你給他一個檔案 然後檔案的檔名 那cat那個檔名 然後他就會把一個內容全部錄出來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用途 那我在Ruby 要怎麼做到cat呢 所以在用剛剛的例子的話 我們的檔名是在ARGE裡面 所以我們就拿ARGE底 然後給他 把它放到File Open 然後他就會開一個檔 然後開一個檔之後 把F裡面的每一行字都put出來 然後呢 他就會跟剛剛的cat一樣 把該印的東西都印出來 一行的行列 但是呢 這個Ruby界的人 就是跟他一樣 方便很重要 所以就是基本上 簡單一個字來講 就是藍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要寫這麼多 實在是很棒 特別是呢 我常常傳遞的參數都是檔名 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神秘的玩頁 叫做ARGF ARGF呢 它會把你的參數都檔成檔名 然後把你的檔 打這些東西全部打開 然後把內容全部塞進去 所以自己就不需要再開檔 然後呢 當沒有 沒在檔名的時候 他就讀Standard Input 所以兩邊都會有用 所以你剛剛的case來講話 剛剛前面的ARG 那一大串也不見了 只要問他說ARGF 點HY 那就可以把檔案全部讀進來了 所以呢 你也甚至可以重複一個檔案很多次 就跟cat一樣 他也會幫你讀兩次 然後呢 剛剛講的 從Standard Input 他也會讀Standard Input 所以他的程式就不用在自己寫 我只去Handle說 到底是要Standard Input 還是是從檔案 所以他會自動幫你判斷 那我看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能讓Json這個好讀一點 常常啊 我們會得到這個 minify過的Json 就是把所有的空白都打掉 然後所有的一個塞成大 對不對 完全看不出來一點什麼內容 一個例子就是 有一個Library 有一個句子叫Kaminari 那你看 你去Curl他的這個內容的話 他的Consert 怎麼說 他的資訊 Ruby James的資訊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 minify過的 只一眼看過去 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怎麼在Ruby 裡面讓他變得好看點呢 就是你就把他 用Ruby 用他的Json的Library 把他load進來 之後再把他Pretty Genovate 就是把他put出來 然後呢 欸 有沒有 自動買換行 看起來好看點 然後呢 這裡有兩個 都是Ruby界的名人 今年的Ruby 台灣的Ruby Elix Conference 又來 然後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傢伙 他在這個 Ruby開啟的時候 日本的Conference 所辦Ruby步跑大賽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活動 就是呢 Conference的時候 每天晚上都在 瘋狂的酗酒 然後結束了隔天 早上一大早 然後就去跑步這樣 就去跑五千 跑五千公司 然後這個是在廣島 然後呢 阻斷了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Zack 非常的瘋狂 因為呢 他過來的時候才剛剛喝完酒 所以他喝了通宵 然後才來跑步 所以呢 剛剛講的這個 讓J.C.H.好看點 看起來會動 但是呢 有一些東西又很煩 因為Ruby裡面呢 你要讀某個Library的話 你要require 他對不對 但我們又很常讀Library 很常用Library 所以每次都要打require 就要打好多行 很煩 所以呢 我們有這個快速require 所以呢 你不需要自己去打require 你就在Commandline跟他說 我的-R 然後Library的名稱 他就會幫你 所以require 你就不需要在你的expression 裡面自己去require 所以看到那個require J.C.H. 就變短了 一整天 大概電腦有八個支援 好 那再來再講一個CP 這個大家沒有看 這個大家應該就百分之百有用過 就是你把一個檔案 不知到另外一個文字去 不過呢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問題在於 你在Unix或Mac上 是叫CP 但是在Windows上 打CP是不會有反應的 除非你用的是PowerShell PowerShell 就有反應了 不用PowerShell的話 你要打Cope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用Ruby 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Ruby 你叫它Run RunCP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A這個檔案 Copy到TSD 然後呢 它不只可以做CP 它也可以做MV跟NKDI 都可以做 而且是跨平台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只要成功的在Windows上 裝Ruby 雖然我知道這個非常的困難 但是如果裝成功的話 就可以跨平台的複製檔案了 那它到底為什麼會有什麼神秘的Syntax呢 這是它們開一個小小玩笑之一 就是呢 有一個Module 有一個Library 就叫UN 所以搭配剛剛的-R require的方法的話 看起來就像-Rub 只是它沒有-Rub這個參數 是-R 然後-UN 只是它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看起來就像-Rub 所以呢 它們可以做各種事情 它可以CP Leak 移動 三檔 創資料夾 還可以CHMOD 改全鍵 OK 然後呢 Vinus Mac跟Windows都會動 然後它還有一個寶藏的神秘小功能 還蠻好用 它還可以幫你跑HTTPD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個資料夾想要分享給別人的話 你就在裡面跑 Rub-1 HTTPD 然後呢 它就拿這個資料夾內容 就開個HTTPD Server 然後就會 你就可以從別人 別人連過來這個Port 8080 就可以看 就可以打你頭上按 所以有這個Instant Dropbox的效果 還不用付錢 然後用房間開的話 就可以看到像這個樣子 就有Fold list 然後也可以開檔案 讀檔案 再來下一個要講的東西 這個 Ruby的發明 這個不太很喜歡 到時候宣揚這個 對不對 那 它自己說的 他們在這方面也做得太過火了 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初在Pearl這邊 有很多前號開頭的神秘的 Magic變數 而且都是Global的 像是錢問號 錢分號 錢帽號 錢鬥號 一大堆錢 什麼玩意兒的 這個 應該沒有人知道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也只是隨便打 希望有這個變數 所以呢 很多都沒有用 很多都沒有用 對不對 那沒有用的話 以後應該會Dequited掉 不過呢 這一講的非常有用 而且不知道是做什麼 叫前底線 那前底線會做什麼呢 然後呢 前底線的話呢 像剛剛我們前面打的是 ARGF Each Line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要每一行做某件事 但是呢 實際上這樣子 常常我們做很多事 都算每一行都做 那你每一行 每一個層次都要打ARGF Each Line 還是很煩 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 Switch叫N 所以呢 -N1的話 它就可以讓你 不需要自己打ARGF 所以它就會幫你把ARGF 裡面每一行都切開 然後呢 對每一行去做一個expression 所以你就不需要自己去打 Each Line 所以剛剛的CAT 又可以變短了 對不對 所以變成了-N1 puts 前底線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會動了 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跟剛剛那一樣 就是自己去打ARGF 然後前底線還有更多神秘的功能 第一就是呢 它是print這個 function的 預設參數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print 然後沒給它參數的話 它就會預設你要print ARGF 它就會預設你要print 前底線 然後呢 它也是G-SARP的預設參數 所以呢 你告訴我我要G-SARP G-SARP就是我要做 Retwork Expression的 用Retwork Expression來尋找字串 然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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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 然後呢 它也是G-SARP的預設參數 所以你要取代字串的時候 你沒告訴它說你要從哪裡單來源的話 它就會用前底線單來源 然後甚至 V-Expression在Match 就是你要找字串的時候 它也是預設的 甚至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知道嗎 它說我想要找這個V-Expression 它就會自動從前底線找 所以是各種神奇的功能 所以呢 剛剛那個cat 欸 又變得更軟了 我連這個 前底線這個字都沒有打算 只要告訴它我要print 寫neprint 它就變成cat 所以變得更軟 那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的re1嗎 所以re1的話 在這裡的做法 就是你就跟它說 我找-neput 前底線點reverse 它就會reverse 可是呢 每次做put 有點煩對不對 還有另外也更猛的 就是 連put都不用打 叫做-p -p -n 只是它會順便幫你把 put前底線這行 加在你的expression最後面 所以呢 用-p 來做這個cat的話 就變成 你用-p 然後什麼都沒給它 它就會變成cat 所以這個跟普通的cat 的字串長度 就只差剩七個character 所以看起來差不多一樣長 然後再來 有一頓叫unique unique的話 就可以測測看說 裡面有沒有一樣的東西 那在務必要做的話 就是用begin 所以begin的話 就是說在你的程式 所有的expression執行前 它會先執行begin 執行完begin之後 再去跑你前面寫的expression 然後你要怎麼在Ruby裡面 做一個inique呢 你就是在begin裡面 先去做一個set 然後裡面每一行呢 再去把set的東西加進去 然後set有一個add 問號這個function 它就會說 如果這個東西 已經在裡面的話 return meal 沒有在裡面的話 就會return這個onject 然後再來的話 它也可以做 unique有另外一餐數是減C 它可以把你數每個出現幾次 Ruby也可以做 所以相反 它是要用and and and就是說 在所有的每一行 跑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你跑and 跟它的begin相反 所以呢 用and的話呢 你就可以說 我前面先把它存在hash 然後我最後and的時候呢 再去把hash裡面 每一個key value 全部都有幾個都印出來 然後再來 這裡有一個常見的interview的問題 就是 我要把每一個字裡面 內容的相反 但是我字的順序要一樣 所以hello word 要變成o-l-l-e-h b-l-r-o-w 所以hello還是前面 只是hello裡面都會相反 那你用Ruby的話 就可以一行寫完這個問題 對不對 可以下下面思觀 這個 一行就寫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用前提鍵 把它split split把它用空白分開之後呢 把每一個東西都reverse reverse完再叫你回來 然後再把它prift出來 這樣就搞定了 可以下下面思觀 所以他另外一個更神秘的參數 是-a -a的話 連split都不用做 所以 用-a的話 他就會全自動把split split完之後存到前f裡面 所以有各種神秘的參數可以用 好吧 那這個結論又是 Combinize我們的好朋友 可以做各種有趣的事情 然後Ruby 這個不止是reals 還有更多好用的用途 然後這個Ruby的一行很好用 不過不要用太多 如果寫到超過一行的話 那就不太高 然後前提鍵 我想應該會永遠存在下去 因為用他的很多 然後這個 我們應該想說 這是康復最多Ruby對不對 那我數了一下 讓Ruby去數 我們有172個Ruby Ruby這個字 在這個托人片面 出現172字 然後我想我們應該也是最多貓的 對不對 因為Cat講好多次 所以我們有32個Cat 大概知道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 等一下 你說你用Ruby 就是說你每天多的Dairy World 那你可以看一下 Dairy World嗎 呃 舉例喔 比較想看吧 主要像是如果你有任何東西 我有任何東西 如果有任何東西想要用Showscript的話 我會這個 抑制自己想要用Showscript的欲望 才會很比 對 因為呢 普通Showscript 跟用力的差別 就總是只要多打兩個反號 反那個backtick 就是Tab上那個按鈕 它就會變成 跟Showscript一樣 那個腹肌貼上 然後打兩個backtick 它就變 就變入力了 對 所以快很多 然後呢 以後要改比較方便 因為你就不需要自己去用 那些Shows的衣服 EOS之類 可以在那裡判到個半天 那你會把那一場範圈 充在EOS之類的 對 有 有有 我的Showscript 我的那個.zshrc 沒有很多這種神秘的詞 對 對 有很多的commentline有其樂題 它的performance 會比你用Ruby來跑來 Helllite的快很多 那 在這樣的場景下 你還是會選擇用Ruby嗎 看是什麼事情 對 如果是這個 症癌需要笑點的 我還是會用commentline 比方說 如果我會有一個很大的project 你們要 我要找某一個正確的 我是不會用Ruby的 我會用什麼AEG之類的 就是找一個壞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常常做的 但是速度 有沒有用Ruby差異不太大 或是你單純都只是在呼叫外部 的comment的時候 我會不會用Ruby 然後有問題 沒有的話 比如說Ruby 你會需要 顧下外部很實際 然後你需要 redirect 他們的 standard input output的時候 你有 所以Ruby大概可以怎麼做 用Ruby的話 你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用Ruby的 Ruby裡面有pipe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把東西 存到檔案 或者傳到另外一個process 你也可以直接讀成 把它 output讀成Stream 然後這個Stream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看你一下 我怎麼處理 沒有的話 謝謝大家